2001年,澳门赌牌到期,何鸿燊走到人生又一关口 21家财团蜂拥而至,其中便有传奇富豪刘鸾雄 鹿死水手或未可知,唯有一点可以确定 一旦赌牌旁落,赌王一世一鸣将到此为止 何鸿燊纵横赌坛大半生,光辉皆往事 刘鸾雄距骨坛数十年,气势震如红 80岁的何鸿燊整个淡带,不敢有半点掉以轻心 50岁的刘鸾雄意气风发,卯足尽全力挥师惜尽 谁能齐开得胜,谁又会在后续故事里笑到最终 一风雨前夜 2001年深秋,入夜,广州湾两岸灯火璀璨 港澳近海流光溢彩,港岛著名的富豪饭庄 福利门海鲜酒家,刘鸾雄大百盛严 亚洲女首富小甜甜公如新 澳门财神酒店老板肖德雄赫然在座 大家举杯共祝我们齐开得胜,刘鸾雄于席间满面春风 又做上手的新世界主席郑玉彤 微笑着拍了拍刘鸾雄肩膀 大刘,你这把可要悠着点 刘鸾雄左边的洪汉一包地 解好集团主席洪汉文则说 同书,放心,这次我们志在必得 中环信德中心39楼办公室 80岁的何鸾雄又一次彻夜难眠 阿四,再陪我跳段舞,一曲重量 何鸾雄抿了口红酒,望着维港夜景出神 现在的他,满脑子都是赌牌 澳门街的灯红酒绿,贵宾厅的热闹熏腾 并不需要解释,高处不胜寒 外界看何鸿雄风光无限 殊不知当时正危机四伏 赌牌换装之际,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跌落神坛 何鸿雄40年来驰骋赌坛的 旗舰奥语,此刻正风雨飘摇 占股32%的霍英东 宣布退出奥语董事局 占股17%的郑玉彤 有长子郑家纯领衔另开卤灶 自组财团尽头赌牌 占股7%的包妹石姑娘何万奇 因股权纠纷将何鸿雄告上法庭 并抖落不少颠覆三观的陈年旧事 盟友纷纷反水,舆论甚嚣尘上 还有即使何鸿雄再拼一把 拿下赌牌 何超穷,何有龙能否放心接棒 在自己百年之后 保住经营大半生的赌王企业 一切都是未知数 赌王之位垂涎侧目者又不是一天两天 约约预示者更不止一个两个 80岁的何鸿雄尚尚能犯否 二,风云突变 传闻将开放三只赌牌 泰国赌王许成章 大马赌王林梧桐 郑玉桐,长子郑家纯 酒店大王吕志和 来自拉斯维加斯的史蒂夫永利 永尔登,爱德森 共计21家财团尽头 此前何鸿雄化市的奥鱼专银赌牌40年 媒体友称 这更像是另外20家财团 与何鸿雄尽头赌牌 房间盛传 20家财团中的圣母湾将稳夺一支赌牌 圣母湾正式由刘兰雄领线 2001年11月 刘兰雄联手公如新,强势入局澳门圣母湾发展公司 圣母湾在7天内重组 注册资金由100万暴增至4亿 财神酒店老板肖德雄是刘兰雄的本澳盟友 据传寒请到米国大西洋堵城巨饿 特朗普实力助阵 刘兰雄交手合红生 胜算几何 刘兰雄曾在采访中说 香港人都低估了我 刘兰雄出身风扇小开 外界眼里风流顽固 却是资本江湖里的长盛将军 每每背水一战 绝处逢生 作风彪悍 神党杀神 人称股市狙击手 早早积累起巨额财富 2001年 外界估计刘兰雄身价于10亿美元 还有大量没进入账面的地产 债券 刘兰雄玩金融起家 杠杆成数早已玩的初神入化 盟友小甜甜公如新 2001年福布斯身价37亿美元 而何鸿生当年的福布斯身价为18亿美元 刘兰雄一方在资金上堪称碾压 彼时 50岁的刘兰雄正当盛年 从港股和海外债券市场赚来的大把银钱 振愁没出头出 渴望在豪江这个资本经济场大展拳脚 何鸿生则对股市有着解不开的心结 早年父亲和世光炒股失败倾家荡产 何鸿生从富家公子一落千丈 其间长变酸心 落魄印象不可谓不生 当年空顶和东家族光环 实则是无钱无事的偏房数字 纵横赌坛大半生 资金始终是何鸿生的一个硬伤 早年尽头赌牌没钱 霍英东出了40万 继而运营资金捉襟见肘 又找包妹石姑娘出了200万 石姑娘说她小时候打牌就是个赖猫 破老板直言 何先生到了树无可输的时候 总会来个这跑不算 按说刘鸾雄公如新 资金实力不可谓不强 又有着丰富的地产酒店建造运营经验 优势不可谓不明显 然而形势却来个蜂云突变 21家竞技方抱成三团 激烈博弈 何鸿生拿下一张 笑到了最后 刘鸾雄的是母弯 手握一把好牌 却意外操皇出局 霍老板说 何先生最在意的便是赌王之谜 俗话说 王者总有逆礼 也许从大刘宣布尽头赌牌那天 何先生就已经记住对方 三 风云再战 从不服输的大刘怎会甘心吃饼 前次失利一直让刘鸾雄耿于怀 经过三年折服 刘鸾雄再度进军好江 这次是刘鸾雄熟悉的地产开发 2005年6月 刘鸾雄一举击败何鸿生 拿下澳门机场旁的五副地皮 澳门机场附近有五副 共计7.8万平米的踪地 原本用于扩建机场 后来计划变动 打算新建商品房 当年这幅地块料在那里 一直没有动作 饶食掉了不少人胃口 刘鸾雄 何鸿生 都对这块地兴趣颇浓 刘鸾雄为拿下这块地 可谓杀费苦心 早在2004年底 刘鸾获得消息 目标地块有意出售 刘鸾雄不敢怠慢 马上联系事务所进行规划设计 并且找到商人罗杰成出面 成为一家名为月亮海的 公司前台操办 2005年6月中旬 目标地块正式公布雕标 并要求一项公司 在10天内提交标书 傲于仓促皆标 急催紧敢做出的标书 也不尽人意 让何鸿生大为光火 最终备春分的月亮海 以13.68亿拿下这五副宗地 月亮海此后将这块地 全意转到刘鸾雄的华人制业旗下 由华人制业进行开发 何鸿生在竞标势力后不依不扰 多次对项目提出公开质疑 并要求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随后 刘鸾雄被查出给负责人送红包 当事人被判监29年 刘鸾雄被缺席判处5年 随后 拍到的地块被收回 煮熟的鸭子飞了 不仅如此 因为有暗底 别说再进军好江 大刘是连澳门都不敢去了 四 风雨过后 2020年 刘鸾雄以169亿美元资产 登上香港富豪榜第四位 比何超穷 何有龙 四泰良安齐 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却显有人知 刘鸾雄也曾有过一段 不堪回首的澳门往事 在离开澳门之后的几年里 刘鸾雄财富水涨船高 在账面排行上远超何鸿生 不过据称赌王隐形资产 预700亿港元 控制资产更是达到5000亿 至于政商影响 远非刘鸾雄能比 01年赌牌开放后 何鸿生将最后几年的光热 花在何超穷 何有龙和普京复兴上 除了奥宇本身有一张赌牌 美高美中国联席董事长 何超穷握有一张 辛豪博亚主席何有龙再握一张 实现六张赌牌合适有其三 07年何鸿生主持了 新普京开业典礼 两年后在四泰宇所跌伤头部 此后在轮椅上度过晚年 与刘鸾雄的一段精彩商战 也成了赌王生涯留下的最后经典 甘比何先生走了 要不你去送一程吧 2020年何鸿生去世 有传刘鸾雄想让甘比代为送行 有意思的是 刘鸾雄也是在初次进军好江的2001年 认识的甘比 你不想去 我跟你一样